被告人周炳坤 你有什么要陈述的吗 我 我对不起洛士平 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还要跟 很多人说对不起 把大家伙失望了 我就是个普通人 普通老百姓 但是就是 这普通老百姓我也没当好 幸亏我爹我妈不在了 不然她们看到我现在这样 要不然她们看到我现在这样 现在她们心里得多变叉 现在我们心里得多变叉 俊儿 我以前一直说 我这辈子让你过上好日子 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 我没做到 然后你跟大家伙说一声 为了替我谢谢她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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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接受法院的判逆 我这回犯罪 不是故意的 我从来没想伤害过谁 以后也不会 我大儿子刚死 然后 我 我 我媳妇也没有工作 家里边还有一个小人 全指望过 我就希望 政府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让我能回归社会 减轻对社会的负担 我会 我会以实际行动 回报社会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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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